不過接下來跟你我都有關係 也就是新冠肺炎的境外移入大爆發 所以國外的疫情還是相當的嚴峻 我們看到行政院又做梗圖 不過這次梗圖真的是必要的 秋冬專案告訴大家 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強制戴口罩 你口罩必須要戴好戴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連續好多天 每天都有境外移入 尤其在昨天一口氣24例的境外移入 其中有20例是印尼移工 所以印尼移工的部分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是暫緩 進入台灣的 那麼當然政府也推出一些配套措施 不過來看到反台 從國外反國的民眾 在過去來講 衛福部長說 必須要出示這個陰性檢驗報告 才能夠登機 不過當時也引發了一些質疑 講外面就說這個規定 有違憲的疑慮 但阿中部長說 沒有人提出違憲疑慮 這是不得已的決定 不過說不得已的之後 說著說著又大轉彎了 說沒有關係 現在拿不到證明 我們可以簽竊節書 阿中部長說 國人如果難以取得檢驗報告 可以自行陳述理由 簽竊節書入境 但問題是簽竊節就夠了嗎 這個我們也有點擔心 會不會又是防疫破口 偉翰 其實竊節書 它是一個補破網的方式 大家知道這個秋冬專案 今天就開始了 各位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親人在海外 要回來台灣的話 從今天開始都一定要取得 三天以內的PCR的核酸檢測 陰性的證明才能夠上飛機 所以他就是為了要防止 更多的新冠病毒進到台灣 所做的斷燃措施 當然這件事情你想一下 如果我其實有錢 我也有時間 但是我到了醫院 假設我在美國 或是我在其他地方 大排長龍我排不到 怎麼辦 我想要回來 我不會只有三天前才準備 我早就半個月前 一個月去買機票了 所以我就提前一兩個禮拜 去醫院排說我要去做檢測 就排排排 原本預計可能七天後 我能夠做到那個檢測 大概九天到十天我要上飛機 大概這樣子 你不會說今天買了飛機票 明天就回來做一個計畫 結果結果你三天後 就被通知去醫院做了 我做那個檢測 離我要上飛機中間超過三天了 我就沒有用了 我就沒辦法上飛機了 因為他要三天內的檢測 所以就會被之前提到說 你用這樣子的門檻 我不是鼓勵大家不要做檢測 或是說去對抗政府的政策 其實講白了 政府現在叫大家上飛機 做到檢測的事情 跟當初回到台灣以後 入境要普篩 那概念是一樣的 一個是上飛機前要篩 一個是下了飛機進來要篩 堅持下飛機到台灣 其實菲律賓還有那個早就篩了 好 沒關係 我們尊重 而且也服從指揮中心的指揮 可是後來包含了 應該是蔣萬安委員 他發現說這個事情 國民黨還有好幾個委員都有講 你是不是違憲 中華民黨國民 他從世界各地 要回到台灣這件事情 你居然設了一個門檻 阻止他回來 這會不會有違反人民 自由遷徙的這個 就是相關的權利 會受到侵害 所以現在指揮中心記出這個 等於就做一個怎麼講 配套 解套了 你可以做PCR 你也可以不做 但是你不做的話 我還是讓你回來 但你必須要簽切結 簽切結它是這樣 你必須要有合理的說明 否則的話回到台灣 你光是拿一個切結書 沒有PCR 回到台灣還是要做相關的 一些檢測跟隔離 他可能罰你 我有看 裡面內容我沒有怎麼寫 最高罰到15萬 如果你簽了切結以後就 明明他可能也是有一些淡書 我不知道 因為他是一個警告跟一個 怎麼講就是非不得已的懲罰 不是說你一旦切結結 我就已經罰你 譬如說我跟賓哥 兩個人從紐約回來 我明明每天就有時間去做檢測 賓哥跟我住同區 我們都皇后區的 為什麼現在賓可以做檢測 而且他拿到三天內的 你換案不行 罰 表示說你根本就是 你可以做檢測而不做的話 理由不正確 或是理由不正當 不衝儲可能就被罰 但至少我覺得 這個措施沒有什麼好 太去批評了 你也不能夠跟大家講說 你要做檢測就做檢測 不檢測也可以回來 簽個切結就好了 這樣是曾孝也不會有人做檢測 所以他也要有一種 你該去做檢測 除非你真的 因為我剛剛講那些理由 可能當地的醫療 已經完全負荷不了 醫院根本連救治來不及了 根本沒有時間跟你做檢測了 所以你取不到那個證明的話 為了要讓人民有回國的自由 所以採取這個淡書 大家現在在海外的這些 台灣的同胞跟華人朋友 如果要回到台灣的話 你要盡可能去取得這個證明 如果真的萬萬不可以 你取得不到的話 只要你有譬如說 跟醫院取得一個 我沒有辦法做PCR證明 三天之內 我們現在醫院非常忙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事情了 韓斌 我必須講 當然現在他為了 因應這個違憲的疑慮 所以他做了這樣一個扭轉 我覺得是個好事 至少比較便民 讓大家能夠回來 因為人民本來就有權力 回到自己的國家 可是我必須說 這個漏洞還是很大 為什麼很大 你說切傑剛偉汗已經講了 才發15萬 你知道 如果我們國人回到 進漏洞到台灣來 因為新冠肺炎是法定傳染病 所以他如果進來 被發現有病的話 我們要免費幫他治療 你知道嗎 所以我花15萬 我治這個病 你知道治這個病 一個也要210萬 所以我寧可花15萬 我穿這個漏洞我也要回來 我當然要回來 因為我萬一有病 我回來才免費治病 你知道光是最近這一陣子 我們要花1億多 就為了印尼移工 我們就要花1億多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說 已經大家不要再讓他們進來 因為人感染塞太多了 我必須說現在全世界 第二波這個秋冬的這個疫情 真的很嚴峻 好幾個國家 尤其是最近就是反而是 歐盟那邊好像相對比較和緩一點 反而是亞洲這邊又開始起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跟亞洲這些國家 包括這些移工 我們都跟他接觸比較密集 所以台灣真的要小心提防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一直不願意 不願意這樣去說 可是我真的不懂是什麼你知道 你明明之前 你這樣子所有人 要提出陰性檢驗證明 不就跟入境全面普塞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全面普塞 全面普塞不就結了嗎 很簡單 如果你是外國遊客 你要進來 你要自己自費普塞 如果是本國人民 你如果是非必要旅遊 我不准你出去 你既然是必要旅遊 你要回來的 你一樣我國人 我就幫你做篩檢 陳時中不是也告訴我們 我記得前天他來講 我們國內的篩檢的 這個能量非常充裕 沒有問題 既然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不做 所以我不懂 現在一直堅持在這邊 到底是在幹什麼 是為了省那幾千萬嗎 老實講 政府每天亂七八糟 花的錢已經不知道多少 你隨便一個 股市操作一個月 就可以幫我們虧700多億了 你還在乎這一點小錢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真的拜託政府不要鬧了 該做就去做 要讓人民安心才是最重要 好 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 稍後回來討論 秋冬專案 已經從今天開始正式上路了 所以大家都把口罩戴起來 戴好戴滿 因為國外的情勢 真的是滿嚴峻的 尤其你看連續幾天 就是這個月底這幾天 每天從28號開始 都有印尼移工入境台灣之後 確診的案例 在昨天一口氣有24例 所以衛福長陳松宣布了 12月4號開始全面暫停 引進印尼移工來台工作為期兩週 這影響所及到有1300多個家庭 所以怎麼辦呢 經理部長王美花說 業者可以向勞動部申請 才就有移工 彈性 延長工時 或者媒合其他國家的移工 來協助廠商 媒合本國的勞工 有幾個緊急配套的方式 但這緊急配套真的來得及救火嗎 譬如說看護 醫院會不會發生 比如說大家在搶看護工 看護短缺的問題 那麼還有就是因為短缺 所以很多人乾脆找非法的 郁政委員 對 這個國內看護工 外籍的看護不足的問題 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其實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印尼這條路暫時停下來以後 會造成更嚴重的問題 其實現在勞動部應該還要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現在有 如果外勞離境的時候 他是有規定說你要 要申請新的要再等 不知道幾個月要多等 我覺得應該要把那個時間縮短 縮短的話可以申請進來的就會 時間就會變得比較短 這樣看能不能解一點燃眉自己 針對這個衛福部 衛福部讓國人進來入境 入境的時候要減負陰性證明 三天內的陰性證明 我這個一定要說清楚一點讓民眾瞭解 就他說如果你也可以切解 然後但是切解說 你如果沒有去辦的話 你可以切解 切解你還是可以入境 但是要看你的理由正不正當 理由正不正當是衛福部決定的 所以民眾一定要瞭解 不要以為說不辦 然後進來切解就可以沒事 如果你的理由不正當 他還是可以罰你1到10萬 是可以開罰的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 衛福部這個動作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在外國 在國外取得這個檢測的陰性證明 就跟剛剛他們說的一樣 跟路徑也來普篩 不是一個意思嗎 是嗎 而且路徑的普篩還會更明確 因為你在 假設你是在那個 境外取得這個陰性檢測證明 在飛機上還是有被傳染的風險 你路徑以後普篩 因為不管你有沒有取得證明 這個規定 隔離的規定還是存在的 還是要隔離14天 所以路徑的人普篩 然後國內也事實上需要 有這樣的能量 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樣不是對國人的安全保障更高嗎 更何況 現在有一些國外疫情的確比台灣嚴重 比如說美國很嚴重 本來好好的人在美國 然後他為了要去取得證明 他就必須要去醫院 在美國醫院可能 應該現在來講是比台灣的醫院還危險的 因為美國的感染的人很高 所以你不是讓國人 海外的中華民國國民 至於更危險的處境嗎 就是有更大的風險 所以最好的方法 當然就是路徑或普篩 我們的人量還做得了 然後你一樣是隔離 然後還可以有比較最近的證明 就最近的這種檢測結果 你在飛機上也有可能 說不定有人有檢測 比如說這個印尼移工他可能照講 你可能還是會被印尼移工 遇到什麼事情被傳染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 有時候為了要做一些就是 這是因為陸進普 是當初國民黨有建議 政府有時候為了要表示他就是對的 然後就不踩在意黨的建議的時候 就故意要弄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對國家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這個政府應該好好檢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